哈喽大家好我是帮大帅 或者说两个路吧 第一条路就是上来先直接走 找到谁抓谁 因为找到囚图可以抓 找到守墓可以抓 找到看他找到先知都可以抓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上来对吧 前期找人找到以后 传送抓先知 也可以 我觉得两种都可以 这边的话看他要不要选择来 直接抓吧 这边直接抓 一波炸弹把这个守墓打出土 直接抓 穷者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面了 这个开局 穷者只能想办法来保护 想办法来保护 因为你这边抓了守墓呢 就穷者有可能会选择卖掉这个守墓人 他们不太会来救 因为救了这个守墓 首先你要考虑 穷者谁带博命 你要给上了 还行吧 守墓人这边再交个铲子 反正把时间拖满 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加油修 我就先走一步了 这边呢 遥控了已经出来 赶紧交产 对 这里是打一刀 我觉得打一刀 然后补遥控了也行 遥控了爆出来 爆出来以后 不追一刀 也可以 差一个炸弹到二级 整体的 比如说时间上面 一分二十秒 外面的所有机子 也就修了两台半 帮帮最好直接传送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直接传送这守墓人不要 他的一面会大一点 这守墓人他已经没有产 待会来救人也很麻烦 你这救人得怎么救 得有人把人 把这个人给捞下来 然后还状态补满才能救 而帮帮这边传送落地 直接贴身一个人呢 他如果能压缩一台密码机 且把这人击倒了 我觉得穷者这边 就要把这守墓人捞下来 也得过半了 因为捞下来以后 你得补满状态 才能去救人嘛 外面的话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带博命呢 应该没有了吧 全员双坛 就守墓人一个博命 这守墓人就没有人要了 那这样的话呢 穷者卖掉以后 还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因为帮帮这手传送 他得压到一台遗产机才行 这边是囚徒过来压一手 囚徒过来压一手 但不能救啊 不能救 救就是给帮帮机会了 不救就行 不救就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的 就是 其实挂上第一时间传送的话 帮帮里面会大一点 你现在才在传送的话 就是一个人在牵制 然后剩下外面两人修 差不多我觉得 如果说这边牵制的好一点的话 有机会能盘活一个三人开门站的 不过这边有一树烟疫的 这个炸弹确实丢的准啊 真的是没有给到牵制一点操作空间啊 外面那囚徒要一个人修两台了 这边囚徒要一个人修两台 这里是囚徒来救 还行嘛 那这样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帮帮的迎面 因为这波抓人确实有点不快 而且呢 这边的那个机子也不够 看大员这边修完 这里囚徒 关键没博命啊 这人还救不了 人救下来也走不了 然后救不下来嘛 那就更加别说了 再补 炸 好的 真的是身位都切进不了 交个电 没有用 拉不了 拉不了 这把的话 纯粹就是一个帮帮的一个个人实力的一个展现 当然还有一点的就是 这套阵容 因为只有一个守木人 守木人这个救人位呢 是被帮帮克制的 确实蛮克制的 三分钟 拿下 这的话 看大员这马迹点亮以后位置锁定 追看大员 应该是一个四爪 嗯 这边看大员想要跳地窖 他得上船 然后兜好几圈 我们看地窖在哪里啊 地窖 距离上面来讲 也不是特别有利吧 对于看大员来讲 比如在船下面的话 可能还好说一点 我们就看这看大员那么跳地窖 我个人感觉有点难 这这个磁铁很厉害 这个磁铁 很厉害 这个磁铁很容易把包包吸到那个船下面去的 就吸一下 包包掉下去 还行 还有两块磁铁 但是安逸这边的话 似乎是一点机会都不想给 那既然 帮帮不想给机会呢 架死 其实 理论上面来讲 帮帮机会会更大一点 帮帮机会更大一点 因为毕竟还差一炸加一刀嘛 遥控雷有 就看那一刀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炸弹压住你 慢慢把你磁铁消耗完也 连炸 有 漂亮 这里封位置 对 我就封着 帮帮这边就压住位置 封住的话 其实机会更多的是帮帮 这边的话看来绕了一手 这手绕的可以 这手22的话 安逸应该是没有想到 他以为这边 看来还会回船 被绕出来了 好的 你们是感谢 拜拜 拜拜 拜拜